大家好 在中印边境紧张之际 周一 环球时报有个报道 周六中国海军成功的将一艘再有31名印度船员的印度邮轮护送至亚丁湾指定海域 并收到了邮轮船长的感谢 中国和印度 最近因为边境争端导致外交的关系紧张 经过两天的护航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35舰队 于周六成功护送印度邮轮德斯高拉夫号 巴拿马化学品邮轮 和马绍尔群岛散货船 潘克拉夫号等三艘外国商船抵达目的地 德斯高拉夫号离开埃及海港 向东航行穿越雅丁湾 返回印度 返回印度港叫瓦迪纳尔 这艘船有一个安全舱 但船员上没有保安人员 迫使他们申请中国海军保护 进行护航 因为当地你知道亚丁湾是有海盗的 那么亚丁湾被世界上海盗认为是海盗 最袭击最危险的一个水域 那这艘印度的这个邮轮需要保护 申请中国海军给它护航 护航编队参谋长叫杨爱斌表示 中国海军已派出太原号导弹驱逐舰 为外国船只提供护航 另外两艘冀州号和潮湖号舰艇 在某海域等候 为路过的船只提供区域护航 印度船长说 作为船长 这是我第二次航行通过亚丁湾 几天前 我在向西航行时 第一次申请了中国海军的护航 由荆州号护航舰陪同 他说虽然自己从未到过中国 但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年复一年的 进行着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 值得钦佩和信赖 那就是也是对中国护航还是感谢的 虽然中印两国在边境问题 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 你说印度的政治问题 挑选要完成自己的连任 或者是执政能力不行 但是也得执政 莫迪要打政治派 但是你看印度老百姓 从中国海军护航上 也得到了实惠 所以对中国也是有感谢的 不管是真心还是实意 但是至少他在这个地区 他能想起来 这有一支中国的军事力量 可以给他提供保护 自今年6月 中印边界冲突 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以来 中印局势一直高度紧张 环球时报现在也采访了很多专家 说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对印度的宽宏大量 宽宏大量 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 先说是环球时报的观点 他说这也表明中印关系的范围是广泛的 不只是边界争端 他说两国仍然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 我希望那些视中国为威胁的印度人 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感受到中国军方的善意 并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到喜马拉雅山脉 寒冷高地带到广阔的海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亚洲和世界大到足以容纳 中印同时崛起 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截止周六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已完成了6824艘船舶 1331次的护航任务 其中外国商船和国际组织船舶3557艘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 表出现出善意是一点 另外也有一个警告印度的意味 印度在雅丁湾 在中东 在印度洋 你的邮轮 在我解放军的射程内 我存在于这个海上 与中国如果交恶 你印度的海上这些石油通道 你能不能保护住 我现在可以给你护航 如果咱们两方发生战争 那同样我也可以击沉这艘邮轮 那你印度的石油通道是不是就被切断了 所以印度也要自己考虑 环球时报它毕竟是半官方媒体 也算是官方 它不可能把这些底层逻辑告诉你 我把那些不能说的 我说给你听 你听听 给他护航 就是他的安全 由我保护 你记住啊 安全由我保护 安全由我保护 听明白啥意思吗 安全由我来保护 我来控制他的安全 什么意思 就说如果我不安全了 你的邮轮也不安全 话不能说那么明白 但是你从我这也可以体会到 警告印度的意味也有 咱不能光看新闻上这个稿 你一定要看它背后的意思 你这样看新闻才有趣 你的安全由我来保护 是吧 保护 我安全了 你也安全了 但是我不安全了 你也就不安全了 这个胡锡进呢 你看这个环球时报吧 他还是有点遮遮掩掩 但是我觉得能读懂啊 能有世界观 有这个国际观的人 他立马就读出啊 读出里边的这种意味了 是有一种啊 是有一种威慑印度的意味 那我同样 印度其实他也知道 印度海军在 在雅丁湾没有存在 为什么 印度海军并没有那么强大 他到不了雅丁湾 他没有海军基地 而中国有 在吉本提就有中国海军基地 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啊 海上力量也存在于印度洋 最关键的这个红海海域 所以印度也必须要考虑啊 自己如果跟中国真正发生战争 自己的这些商船也好 石油这些运输船也好 会不会受到解放军的攻击 到时候印度会不会整个就断粮 断油 整个印度就直接崩溃啊 没有油 直接就崩溃 所以印度也得想清楚 要不要跟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 其实啊 这就是指战 以战指战 但是我还不危险你 说那种明白 报道一个我给你护航 保护你安全走了 我告诉你 真正的政治家 或真正这个懂国际政治 马上理解里边的意味了 我今天能保证你的安全 我以后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你在我眼皮底下过 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些有识知识 应该能看清楚这个新闻啊 这个环球时报报这个新闻的意思 不明说 说我威胁到你 咱们还是友好的 希望你自己主动改正你印度的想法 不要跟中国 是不是 跟中国这个过于强硬啊 另外跟美国串通一起 搞什么印太战略 其实就警告印度一位啊 不知道印度领导人有没有这想法啊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但是印度领导人会从印度的整体利益考虑 这是我相信的 所以莫迪也会做出他自己的选择 如果美国给的这个价码太高了 自己不可能啊 不可能拒绝这个诱惑 那印度也就只能吞下苦果 所以啊 现在还是在印度的高层 看印度怎么想这事